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見等等! 我是Nancy基金 我是救星! 救星來了! 還是有很多姐妹們跟我說 金金你不是說好說接下來你都要弄一下比較簡單的卡片 讓我們很容易上手嗎? 可是我覺得情人節卡片 這次我不是做那個相機嗎? 我覺得相機不會很難啊 只是它看起來很立體 所以你們會覺得很複雜對不對 所以我只好又趕快想了一個超簡單的卡片 它就在這裡 它要曝光囉 321 嘿! 它就是像這樣子 裡面有點像那種水晶球的概念 可以有愛心在裡面搖 給你們看一下大概是這個樣子 非常簡單 看起來還可以吧? 這個真的非常簡單囉 我覺得你們五分鐘就可以做完 那我們就先繼續看下去吧! Go! 這是今天所會用到的工具 非常的簡單 好!講一下今天的紙張 這一張是20x15公分的值 這一張呢是9x9公分的值 請在1.5地方畫線 然後這邊也是數過來1.5地方畫線 其實這格子就是你在距離 它並並1.5的地方畫線之後 就會出現一個6x6的小正方形 然後再準備一張這種透明片 我是準備8.5x8.5 其實那只要是大於這個6x6的框框 就可以了 就先來把這個正方形割下來 因為我要讓它中間有愛心 可以放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因為太多人反應說 金金你不是說要做那種超簡單卡片嗎? 所以我就很臨時的想了這個 它又有一點點立體度 剛好你們抱腹腳就非常方便 好!這樣子就掉了 對!那就拿出雙面膠 雙面膠呢 就這樣子把它給黏起來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的指甲很漂亮 過年的時候去做的 因為我好久沒有做指甲 然後我就覺得過年要洗氣 所以呢 我就去做了這個指甲 而且我這指甲還蠻費工的 這個 對焦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它其實是一層一層畫上去的喔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一次就可以畫好的 它就像描水彩素描那樣子 好!那圍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一塊透明的貼片給貼上去了 確保一下它 有都感傷 有!這樣有!好! 大家會發現說 會有這些多餘的出來怎麼辦 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拿出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底指20x15公分這張 有沒有! 用壓線筆 在中間的地方壓好線之後呢 就可以這樣子把它給對著啦 那對著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這個給框上來 我框的方式呢 用這個泡棉膠 因為我要讓它墊出一層起來 可是這個泡棉膠的長度啊 一定要把它封得牢牢的在裡面 我先剪長方形 等一下講錯了長條狀 就是這樣子 一條一條的 為什麼我要把它封好呢 因為這樣子愛心才不會露出來 我來封給大家看 基本上就是封在這個 邊邊即可 不用到很密很密啦 因為並沒有用亮粉啊那些的 不怕它掉出來 你們記得就是 要跟它貼的那個平行 不然就會露出來就很好笑 好!這樣子把它圍起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給撕下來了 因為它就有一個寬度了 我們就可以來放愛心 或者是你們覺得這個高度不夠高的話 其實我會貼第二層 因為我也覺得不太過高 這樣比較高 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我意思 因為第一層我怕 那個愛心會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在裡面跑 就會有點卡卡有沒有 就增加它的高度 好!一樣把它撕開 第二層我也完成了 我發現我的愛心粉紅色都沒了耶 粉紅色跟紅色 所以我現在趕快先打一些 有點打打 要來一些深一點的粉紅 這個不好打 算了 好!我看一下喔 再一個更深的愛心好了 你們覺得咧 好!就是它的大紅愛心 OK!那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給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好!蓋起來 好!然後我會把這些愛心 都集中在最中間這邊 這個框框 哇!我這個框框好像超出的蠻多的 不過就算了 就這樣子到這邊 都給蓋起來 OK!這樣就蓋起來 然後裡面這些愛心 等一下喔 因為我剛剛是把它一整疊在一起的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散開來一點點 喔!有有有!有沒有!這樣就散開了 就是在裡面搖的這種感覺 很美吧! 最後再拿出我寫好的這個 Happy Valentine's Day 然後要用泡棉膠 貼上來 這是一個很有質感的卡片 就完成了呢 最後我們來用久違的圓角器 打完圓角器的卡片 會有一種很神奇的魔力 嘿! 耶!成功! 美吧! 然後這打開你就可以寫字 或者是貼照片等等的 其實這個背面我覺得也可以貼一張 你們就是輕輕的照片之類的 漂亮! 趕快動手做爆狗腳吧! 那現在這張卡片呢 就適合你們還沒有開始動手做的人 因為這一個相機 很多人跟我反映說 他們買不到C卡紙 那因為我家附近本來就有一些文具行 所以C卡紙對我來說是拓手可得 你們如果不是用C卡紙做的話 可能這相機就會凹凹的這樣子 然後裡面這個啊 提醒你們就不要用C卡紙喔 這個就要用一般的那種粉材質就可以 但是像這張卡片的話 它就比較沒有色限 它就是什麼樣子的 呃...材質都還可以 只是中間這張透明片啦 你們會不會比較難取得咧 如果沒有剛剛好有這種包材的話 因為我這個是拿剩下的那種包裝上面的那個 透明片 那沒有的話可以去書局賣 掛狗牌那個有沒有 然後有些公司 我跟學生都會笑說那個是狗牌 公司有時候 公司有時候不是會要你們掛 就是比如說你的姓名 或者是你的圓編 然後進出要BB的那種透明套 那你們就可以用那個透明套來做 好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個簡單的影片 那就這樣囉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旁邊有一個小鈴鐺的開啟 就可以隨時收取到我的上傳通知 如果想知道我平常在幹嘛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social media 下個影片見 掰掰